半年前深圳的胡先生和卢女士有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可是自打孩子出生后胡先生就闹起了离婚 半年时间里胡先生三次逃跑把身体还未恢复的卢女士逃在了一边 对于妻子的状况胡先生似乎也心知肚明 但是为了离婚他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 东平稀凑了十二万给卢女士作为补偿 可卢女士仍然不接受离婚 于是在最后一次逃跑后 胡先生便和卢女士彻底断了联系 他声称只有妻子答应离婚 才肯与卢女士见面 我就不要找他 我觉得是为了三个孩子 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卢女士万般无奈 找到了金牌调解 当工作人员联系上胡先生后 他犹豫了许久 最终答应来现场调解 这男朋友过得太痛 不打算给他和好 胡先生这次前来态度很坚决 卢女士想要和好的希望 很可能会落空 而我们的调解团队 在难度如此大的情况下 能否让夫妻两人破镜成员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 一探求精 何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卢女士 一位是胡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按照惯例 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 就是想把这个家庭 继续好好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你们俩是什么样的状况 翻开 那今天胡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是想 解除这段婚姻吧 彻底解除 对 他所说的考虑到三个孩子 是否再重新 那个也考虑过了 不关心 那今天你来是为什么呢 本来就是想听听 就各位老师和这专家 同学一下我们家庭 造成今天 这个结果是到底 我出在什么地方 我自己出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原因 胡先生仍然是要离婚 只不过他想来寻找一下 两个人在婚姻中的对错 对此 卢女士表示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 他只知道 在他产下孩子之后 没多久 丈夫就开始了他的逃跑行动 我是五月份生完第三个孩子 因为也有些月子病 然后一直在医 我是八月六号去医院 早上然后他送我去的 等我两点过回来的时候 家里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空的 什么意思 就是八月六号 他把三个孩子 就全部带走 你说趁你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我去医院看病 拿药 回来家里就空了 对 孩子 症件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当时 我就已经下云了 在家里头 我打了电话 他手机关机 他妈妈电话也是关机 然后我就找 然后我弟弟就 过了几天 大概一个星期 通过星期 他说他去了巴巴拉里 去广州了 其实他是回四川了 不然我们两个讲好了 就一起 孩子来深圳继续生活 他这次回来 你没有搞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为什么突然就消失 带着孩子一块消失 我不知道 都没有谈这个问题 没有 没谈这个问题 怎么谈 接下来好好过呢 说我们两个当时 在我们亲戚的调节下 就说两个人 怎么样 以后过日子 就是为了过日子 以后怎么样过下去 说好好 想好了 就好好过日子 然后去把孩子 第二个孩子接到深圳来 因为我暂时上完孩子 上不了班 我就说我还是大孩子 大个半年再上班 跟他讲好了 我说明天上班 他说好 好的 因为我们就说 一去四川 然后我说 我身体太虚了 我说坐那个火 那个汽车 我射不了身体 我说也等下人也病了 我说就坐火 这个飞机吧 我说我订票 我说票也订了 然后我老跟他说 不行 我要坐汽车 然后这个不知道 他是真的 真的是因为这个 还是有别的原因 他就走了 自动又走了 又走到谁了 这次是一个人走 还是带着孩子 一个人走 孩子是我弟弟 在我弟弟手上 他带不走了 过了半个月了 然后我就想 我孩子要上学了 我要到这边来 送他上学 我弟弟跟我一起过来 还是想了解情况 他就去我老公的厂里面 去看 然后就正好碰见 我老公呢 在那里上班 他本人就在 就在那里了 只是对你避而不见 对 在那里 他就准备搬场了 准备搬走了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他自己 自己弄满 但是他没讲 然后我老公他呢 他当时他又走了 他又跑了 我们这里待了几天 他又不见人了 他那个活魂就觉得 这种情况 就会对他的工作 造成影响 然后他就说 叫我老公出面来解决 必须解决 对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这样 他才出现了是吗 对 那这次出现 谈的问题是 谈分开 谈分开了 为什么这次 就直接谈分开 不再像之前 一样谈和好了呢 因为我的 我老公他就说 是谈分开 他说要分开 就根本就不会谈和好 对 对 吴先生听上去 挺让人难以理解的 要离婚 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 对吧 如果他讲的是事实的话 你逃了有好几次了 我知道 但是有时候 未必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要用逃的方式呢 他跟他沟通 也无法沟通 跟他讲也讲不明白 简直是说家里面 我们都有几个小孩了 一定要为家里面 找想一下 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你的逃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逃就是代表 这个结果 比在一起 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好 为什么不直接就谈离婚 而要用这种方式 我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呢 就是要不就争吵 要不就是打架 我对这个家里面 完全就是 没有一点的 无人心的感觉 回到家 我这感觉 就是进了地狱了 我悔恐惧啊 胡先生谈到了一个词 恐惧 那么看起来外表柔弱 并且愿意和胡先生 生养三个孩子的卢女士 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胡先生感到恐惧呢 胡先生说了 妻子现在的花钱方式 就会让他心惊肉跳 因为生肌的小孩的时候呢 他一花钱也是 比如说 今天中午 买了那个排骨 排骨包那些汤 排骨里面放药材啊 放那些 然后他再买了个鱼 买了一炉鱼 那一顿都去了一百多了 可是如果说 他是生完孩子 坐月子期间 这样偶尔去经营一下补物 不是 平时也是这样子 他吃水果 一天要吃三种 吃什么水果呢 去天空里面 买最好的那种香蕉 外面的香蕉 他不吃的 香蕉要吃那个 进口的香蕉 吃水果比吃菜的钱还多 他还要买化妆品 还要买衣服 这个有没有超出 你们家里的经济成熟能力 就是超出了 严重超出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 我做生意话 我们三年好 就是说美国人 往家里面 拿六千块钱的 生活费开支 每个月六千块 对 然后剩下的 就他们赚的钱 拿来当起步 要买设备 明白 三年之内都不能够 去封钱 我给他讲了 然后我自己呢 就最多 没超过五百块钱 我就很节俭 我就吃点 买点早餐啊 充电电话费啊 绝对没超过五百 他至少有五千五百 我每个月 我拿了这个钱 我就给他 我说你五千五之内 你必须要和你的去运用 我不管你怎么用 你不要超出就可以了 他每个月最少用到 别的超出 用到七千到八千 剩第三个小孩之后 你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 用一万五 如果你每个月真的 能给到我七千 觉得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出来 你要现在就算一下吧 如果你每个月真的 给七千 觉得没问题了 我们直接往一家 就是月子的时候 这月子我 有个月子病 因为当时又很热 我进不了空调 然后我一进空调 我那个乞丐就痛嘛 他不在乎你痛不痛 对 然后我头也是受不了一点风 然后一吹 那个额头就感觉很痛 然后那医生就说 你这个必须要赶紧调嘛 所以呢 然后就去那医院拿药 每次去拿就好几百那样子 一个星期去拿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 会花费那么高 是因为还有你的医药费 对 每个星期去拿 五天去拿吃药 一次拿就是好几百 这个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啊 然后孩子的拿粉钱 孩子一个月吃拿粉 也要吃好几百 你一个月拿药钱要多少 除了院子这个头 应该是一来好几千 一个月要好几千 一来两千多药吧 你知道这笔开支吗 我知道 我说你拿药可以 你有射板 你有医板 你去医院正规的医院拿药 他去拿那个人参阿家 拿这些东西 你说进补的是吗 对 拿高女生 这种费用是无法控制的 你去医院你拿多少钱 他医院正常的途径来 我没有意见 你不能去拿那些 医生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光靠吃药也不行 他说你要平常要调理 就是拿一些这些东西 去拿来包糖 他说才会 才会好 妈妈的 比如说在他 胡先生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很难承受 你会有这个担忧吗 以你们家的经济状况 那个也不是说长久的 因为他是月子病嘛 就赶紧抓紧吃嘛 就是只是暂时的 他不是性格 他已经养成这样 所以他会觉得第二次 你就是为了一个 是坐车还是坐飞机 就选择离开 不是这个原因 我是想着我们 他挤到问题之后 他能够保证要节约 是不是 因为当时教那边 已经很困难了 背他 就说这个开支花 是已经太大了 因为你买机票的话 要多开支 差不多两千多块钱嘛 那我说你可以 你坐飞机可以 那你就不要去四川了 我把小孩子带过来 我们好好过 没关系 你没有必要去 花这个轮往前 这个车费一几天 一去就没有了 家里真的非常困难 他不信 他逼着我把这个 身上唯一的几百块钱 逼着给他 他去买机票 他自己主单 买 把机票买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生气 你也要分时间段 我说我生完孩子 那么虚弱 反正就两个月你就做出这个行动 我 我都是在医院拿 拿药吃 你也知道 一直 那你就不要去嘛 是吧 我不去 你像我孩子几个在那里 我连你地方都不知道 我去 我跟你结婚 我也差不多有十年了 我都没去过你那里 我说我去 你就当我是 陪我上下行 我说 我说这个是透出情况 我也身体不行 我说就一起过去 十多年我也没回去过啊 我觉得那是你的家 你过一次一次跟你在一起回去的 我知道他是孩子带里 我也我也想去看啊 他生活的状况啊 我都说你只是大第二个嘛 第三个还是放老家嘛 你是说 你要为家里面杂贵他选啊 家里面没钱了嘛 一张机票 几根高利身 显然不足以压垮一段婚姻 胡先生也说了 他的恐惧 不仅仅是来自于经济上的 还有精神上的 自打妻子生了孩子之后 他的脾气就变了 胡先生每次回到家 都是小心翼翼 有一天半夜里 胡先生就被妻子 闹得无可奈何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年修赶了我三四趟 我一晚上都没睡 没睡觉 那是因为 把我赶到沙发上去睡 他要睡 他说睡不着 他说睡大厂床 我睡沙发 等我睡沙发 刚睡一个小时 他又把我沙发赶到那边去睡 他说他要睡沙发 我刚睡床山 睡觉一个小时 他又把我赶到床上 你没想过 为什么这样子的 你没想过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你怎么问一下 你怎么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我说坐月子 他两点钟下班 喝酒后 他四点多都回来 四五点钟回来 就是说夏天热嘛 他一定要吹风扇的 你的风扇 我们就三个床 你想想 我婆婆 到我儿子 睡个房间 一个床 对不对 我大女儿 跟我小女儿 睡个床 那剩下的这个床 就是我两个婆睡了 是吧 我两个婆睡 他要吹风扇 我说我就四周吹一下 看行不行 后来我去 我说不行 我真的吹一点的 风都不能吹 我说他你还是睡那边去 就这样子的 嗯 然后到沙发上 怎么又不让他睡沙发 沙发是到早上啊 八九 九点多了 我们要坐在客厅呢 我就说他 起床了 对呀 起床了 无理区的这种状态 还是说 他在家里 就是无理区 对 完全就是无理区了 没事找事 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你说为了家里面的事情 那些生活上的琐事 他爬到厂里面去 呃 闹啊 他说是 我厂里面的人 把我交坏了 跟人家吵架 有这事吗 我不是去了 我就觉得我很累 我又怀着 带着肚子 然后什么事都 靠自己去做 嗯 孩子得学习啊 小孩子大趟完 回来卫生了 搞饭了 就感觉很累很累 嗯 因为我跟他在家里讲 我实际上没有 他们不给我时间讲 没有时间 我能不能理会 因为呢 就是看他 回到家 完了的电脑 看电脑 看电视 准备是两点钟回来 还是看了电视 你讲 你讲什么 他听不进去 睡觉 早上起来走了 我早上跟他讲 你早上别跟我讲 我要上班了 从了没有星期天 一直到现在 纪念时间 哪怕是星期天 他回来 吃过饭 赶紧又去上班了 你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 他完全不能 疼你点时间出来 所以心里会 会不舒服 对 很不舒服 我就是有时间的话 比如放假 星期天 有时候一个月休息 一天 两天 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回到家里面 也是争吵啊 养育三个子女 并且还坐着月子的 如女士 很希望得到丈夫的 安慰和关爱 可是正在创业 没有多余精力的 胡先生 却被妻子的这种要求 闹得疲惫不堪 在他看来 妻子 这是不懂事 是任性 更过分的是 妻子竟然在婆婆面前 也任性胡闹 今年他生完 第三个小孩之后 叫我妈妈去买那个猪肚 早上他要吃猪肚 本来有两个菜市场 一个菜市场 你能近一点的 那个菜市场的猪肚会贵 一个菜市场远的 最少要走半个小时 走路走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我妈妈就去买猪肚 早上很早 走回来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 但他就说 你这猪肚没买对 这个是冰冻的猪肚 不是新鲜猪肚 我妈妈说 怎么不是新鲜的 然后我妈妈就跑回去 又就走路回去 去菜市场那里问 问他 有必要这样吗 有 他说不要 你这个东西我就不要 你要给我换了 你要不换 你就不要进这种家门 那个老板说 这个一定是新鲜猪肚 如果不是新鲜猪肚 我赔你一千块钱 你去哪个菜市场问 哪次去哪里 建议都可以 我妈妈又在 附近的几个 弹口问了一下 他说这个是新鲜猪肚 他说这个就是冰冻猪肚 然后结果我妈妈就哭了回来了 因为家里 又有个小的两岁多 要照顾 我也坐月子 也做不了事 早上的时间呢 他就到八点 应该是到九点多少回来 然后我就说 我就当时就说 我说妈 你跑那么远去 我说那边是很便宜 但是那边的菜 我说人人都知道 不怎么样 他就为节约钱 然后就跑那边 时间也花了 又马不到好东西 他回来 他说不换 我说不换就算了 老老老 我说就吃这个 我就吃这个算了 结果他就哭起来了 他就发脾气 就哭 就走了 因为老人家可能会觉得委屈的是 我起那么大早 走那么远 就给你买回来 就我还要再去换 你能理解他 他为什么会哭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哭就在发 就很大声发了 就火就走了 我现在每次面对他们 婆媳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办 怎么解决 谁有你 我就站在随便 那完全是他没有你 没有 他从来没站到我这边 从来没有 什么事情 你都是 就是你自己想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你 我们教你 不许到意思来 他可以闹 从早闹到晚 让我们教你 反案的 大家会觉得 这样的方式 是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你会这样去想 因为我跟他在家里讲 我实在没有 他们不给我时间讲 没有时间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个人是这么相处的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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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女士想要的是关爱 而胡先生只看到了 妻子的胡闹 双方的争吵不可避免 这正是处于创业期 胡先生最为烦恼的事 所以他才选择了逃跑 当他第三次回归家庭后 他没想到 卢女士安递给他 一致协议 而协议的内容 恰恰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财产分配 男方承诺补助女方人民币20万元 并于本协议签订之日 向女方支付12万元 余下的8万元 并于2017年年底12月30日支付完毕 对 你心里已经做好了就是 真的分开这个准备吗 这个是当时被逼的 也不是说非得要这个钱了 而是他正在举动 不得不这样去做 就是这样子 你能理解什么叫被逼的吗 因为他们家里面不给我们机会 我就说给我缓冲期 什么叫缓冲期的机会 先把小孩子带回家 抚养一下 这个生活开始也会少一点 你们两个人在生活 生活上先隔离一段时间 大家冷静一下 或者冷静半点时间 然后我们再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是不行的话 再谈离婚或者 那怎么就直接变成了这样的协议呢 因为他们家里面人都逼着 你要不就再住在一起 要不就是离婚 就得离婚 对 这个12万我全部是借的 我家里面没有一份钱 已经付了吗 已经付了 她收集都收了 当时就我想办法去借 到处去借钱给她的 有一个缓冲期 为什么接受不了 因为她一次两次三次的逃 孩子地方我也不知道 给我一点点的保障都没有 她因为逃了都三次了 对吧 你再次投 你说是不是 就是被逼的 本来卢女士是想通过离婚协议 逼第三次淘宝的胡先生现身 但是协议里20万的补偿款 却激怒了胡先生 她宁愿选择借钱 也要将离婚进行到底 我这边先来问两个问题 我问一下胡先生 就是你的生活习惯里面 有哪一些特点 你自己能概括吗 我又没有什么爱好 又没有抽烟 又没有打盘 一般就是随便就是上班 爱好的话 就是有时候喜欢看看电视 如果改变不了 卢女士 其实你还是离婚比较好 我跟你列举一下 胡先生是个老实人 但是这一种又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看看电视 还不看金牌条件 对吧 这样一个男人 如果现在里面还没有结婚 你来问我 我会告诉你 这是个老实人 但是你要是看到结老婚 你就完蛋了 你想一下一个人 既然没有什么爱好 连坏习惯的爱好都没有 说明他对生活很麻木的 很简单 很容易满足 同时 他也很习惯于自己的小小的空间 当一个人 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热情 好奇心的时候 他反而会转向于自我维护 就是我的空间 我需要的时候 我会去用点力 当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不管你是我的什么 对对对 但是我要批评胡先生 第一个呢 就是 他连生三个孩子 但是这个是最可怕的 就是身边的男人 不懂 不照 然后 还按一般的标准 来要求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全是面上的东西 这都很可怕 看上去理直气壮 其实 冷酷无情 第二个点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 初为人妻 初为人母 他这个角色的转换是很难的 这种转变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你对他的这些指质 不是全无道路 但是大部分来讲 我觉得太苛刻 不体贴 有点冷漠无情 严重忽略了一些现实 他总是以这个为借口 他不是借口 他说人家问题没解决 怎么叫借口 人家是真痛苦 老天 而且三个孩子 太难受了 你知道吗 真的太难受 放大他的这些缺点 我就不公正 来说一点 女士 你也了解她 她现在有一个特殊阶段 就是创业阶段 一没钱 二没闲 可能还没心情 没钱对于她来说是暂时的 因为她说了 我现在是一个投入期 我每个月只有六千块钱的生活费 剩下的钱我要投入 那么她的妻子 应该配合她 精打细算 用最少的钱 把我们的生活过好 而不是说 我今天问你要钱 明天问你要钱 第二个她的需求是什么呢 没闲没心情嘛 但是她有她的空间 她不是需要人 对她不闻不问 她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比如说 她的一天三餐的营养 她的衣食住行 她需要有一个妻子照料她 给她打点好 然后呢 她之所以要你不烦她 是哪里不烦她呢 是在她工作的时候 不要烦她 这个时间你要去给她 她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妻子 先说法律问题 这个离婚协议 在法律上没有生效 因为她没有办离婚 等于手续 第二点 她的内容 因为给福利12万 和这个生效与否 没有应关系 就是即使你给福利12万 她并不能说 这个协议就不分旅行了 不分生效了 这可是不存在 第三个问题 这12万能不能向你妻子 要回来 其实这个罪障权 我们认为 你可以行使这种 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要求 但是她没有这个法定义务 判你返还 因为你们还是在婚姻关系期间 你给她12万 可以离九月 你给她保管 或者说交付 她没有义务说 我必须返还 即使你到法院去 法院也不会强令她 判断她返还 我们再谈一下情理的问题 夫妻关系里面说要讲理 对方老是不跟我讲理 其实这个讲理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认知 认知的结构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 每个人在讲理的时候 往往是被自己的情绪左右的 你说这个对方不讲理 或怎么样的 我认为和你的成长很有关系 如果你的经济收入 有大幅的增加 一个月赚十万二十万 你可能就不在乎 这个买水果的事情了 对不对 相反 当你经济收入 没有成长的时候 你会盯着眼前 买水果呀 老婆买的衣服啊 对不对 如果你离了婚 再找个女的 她就能节俭吗 未必 所以说我们男人呢 就是关键还是把自己的经济创收搞好 不要盯着老婆买水果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呀 要放开来看 不要老盯着自己 我们说一代宗室里面有句话 叫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你不要老看自己 你看看别人怎么过 好不好 大家都讲了很多道理 做了这么久了 然后 做一个小游戏吧 请你们两位站到这个台中间来 好 为了让我们这位老师都看得见 所以你们两个呢 就是彻的站 这个游戏呢 有一个小小的规则 你们两位呢 先手心对手心 待会儿呢 是这样 在我的任何指令下 你这 这个手都不许离开 我说 左 就统一的向左 我说右 就统一的向右 这样转吗 呃 不 脚 走 好 对 开始 记住 手心 不能够离开 好 来 仔细听我的指令 好 左 一步 前一步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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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鼻了 好 都不听指挥了 后就离开这手掌了 经过苏丹老师的指挥 吴先生和卢女士 共同完成了这个小游戏 为什么你们想要向后的时候 就只能够向左或者右 你们为什么违背我后面的指令 而不违背我前面的指令呢 双手要 混在一起吗 其实这里有两个指令是可以违背的 一个指令就是 前面的指令可以违背 分开 还有一个指令就是后面的指令可以违背 就是 我不向后走 我可以向左向右 用各种方法 发出指令 那个指令是什么 指令是我们寻求幸福的 那颗心 当我们要手心贴着手心 要心贴着心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很多生活中不同的指令 这时候需要夫妻两个人打配合在 如果相互指责 或者指认实力 你本来想遵从你的心 最后连心都遵从不了 如果两位还珍惜相互的配合 还觉得孩子的未来 也是你们需要担忧的 那么就想一想 如何把后退这条路 想一想 它唯有分开吗 还有什么更美妙的方法 让这支舞跳得更好 待会儿密室中 向老师们取取筋 好不好 谢谢 调解员胡老师和各位观察员 对胡先生和卢女士的性格 行为处事 以及心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加上苏丹老师的原舞曲 我们从夫妻双方的笑容中 可以看到一丝调和的希望 密室环节由此展开 首先观察员廖阿姨 带着胡先生进入密室 一开始 胡先生就向廖阿姨 表达了他的苦恼 经济压力 已经让他无所适从 我们是一个家庭 要同心协力 不能我 只能过来外面 你一直陪我那花 你还托我后腿 经济上你 家庭家庭你搞不好 你总是给我 出了这条压力 出了给我这些天下饭了之后 你还能帮我什么的 面对胡先生的苦恼 廖阿姨说 生活中不能光看自己的难处 也不能光看事业 要多看看其他人的苦衷 你之所以今天 这么决绝地提出离婚 我能理解 家庭里面没有 绝对的对和错 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在打工的时候 他跟着你 现在为你生了三个孩子 他从一个少女 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 但是不是年龄有多大 他就有多么的成熟 再带着三个孩子 他心里的那种焦虑 那种不安 那种彷徨 他无处说 我就感觉了是应该理解他一点 理解他 他因为生小孩会造成 利益这些影响到心情 眼见胡先生态度有所软化 廖阿姨决定趁热打铁 告诉胡先生 什么是一个丈夫 应有的作为 就是他的唯一 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有些妻子不懂事 或者有些他有坚决 你要学会帮帮他 你把你内心不好的感受 首先告知他 要让他懂得 老公很在意这些 我知道我有很多 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 我受伤想不到 随着廖阿姨 循序渐进的开导 胡先生也坦言 自己在处理问题时 有些简单粗暴 用离婚来解决问题 并非是他最好的选择 他承诺这次不再逃跑 而是打算和卢女士 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想办法去解决 而与此同时 观察员文艳 也在密室外 跟卢女士进行着沟通 你老公现在的状态 一没钱 二没闲 三还没心情 他作为一个 在创业的男人 他心里是有抱负的 当时你跟他结婚的时候 你看上他什么 第一次见面就感觉 这个男孩子好像长得还可以 然后感觉 因为我的脾气 就是有点任性 然后他就是 好像很能包容我的缺点 你要去适应他 你也要去和他 进行一个沟通 找一个中间纸 两口子在一起 同甘共苦 你吃不了苦 你怎么能想得了福呢 我也意识到了 首先过日子 我就肯定 就不会为了一些事情 跟他吵 就是会跟他商量 然后 会问他呀 吃饭呀 回来 往下班吗 或者说累不累啊 经过观察员们的耐心调解 胡先生和卢女士 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也承认 彼此有很多 做得不对的地方 此外 胡先生还表示 他希望妻子 在今后的生活中 要多尊重自己的母亲 看到母亲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那么 容女士 会做出怎样的答复呢 密室之后 再见分享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了 协议呢 还正在起草中 我们先听两位当事人 来各自谈谈 自己的感想吧 好不好 嗯 其实我老公呢 这个人是一个 积极上上 比较 也比较顾驾的一个男人 其实我嫁给他了 也感到比较 还是幸福的 就是 之前嘛 因为 也不懂事 有些认识性 所以才 嗯 导致了成这样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 嗯 会 认真学习 嗯 我首先就想打个电话 给我婆婆 你说现在吗 对 我 最常的别 我说 谢谢她的人家 表达一下 你对她的感谢 嗯 谢谢她 帮我带孩子 然后在月子里 有照顾我 嗯 我婆婆 还是一个 很好的人 喂 妈妈 喂 现在在这条件 你 陆陈先生跟你说这句话 妈妈 嗯 大孩子辛苦吧 今天我听到老师 跟我讲了 就是说 也 我之前有很多 做的不对的地方 比较任性 希望您的大人有大量 哎呀我听不清楚 没事没事 回去 这个话还可以说的 这些话 反正今天不说 过年的时候一起回去呗 对吧 跟婆婆当面表达更好 对不对 由于信号问题 卢女士没能跟婆婆 多说上两句 但是 她的态度 已经让胡先生 吃下了定心丸 我以后呢 就 不挣点时间 陪陪她了 陪陪她去 买东西啊 去 去医院 跟她治治那些病的 嗯 我一直都是 以前也是 想给我们 一个时间去 看改善了 签离婚协议是完全 并不想走到那一步的 对 好 把这本协议 给你们二位念一下啊 协议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进行家庭建设 女方承诺出去工作 分担家庭经济负担 尊敬老人 主动缓解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在日常经济开支中 女方需注意 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如必须花费的大项开支 要跟男方协商沟通好 二 女方承诺 充分信任男方 给予男方一定的空间 积极协助男方创业 三 在日常生活中 男方承诺 给予女方更多的关心照顾 做好女方和家人之间的协调工作 四 如遇到问题 男女双方需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 不隐瞒或者让对方猜测 双方互相信任 共同营造幸福和谐的家庭方位 我现在还有什么想说想问的吗 我这么多年 跟我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确实也 辛苦你了 但是我们这个家里 也是要靠大家去 共同努力 一些为了小孩的成长 大家都改改了 我也现在很努力 调解结束了 但是这个案例应该给予我们思考 一个男人辛苦创业 最终还是为了家庭 如果因为创业艰辛而把家庭毁了 是否值得呢 在男人创业之时 女性是否也应该有所包容和牺牲 否则人们怎么会说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最后 祝愿胡先生和卢女士 早日走出困境 重新收获幸福 作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